花蓮市公所开办了课语能力初级认证班 邀请课语新传师来授课 透过生动的教学 让学员学习课语生活用语 以及听 说 读的能力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前往关心 学员的学习状况 鼓励大家参加课语的认证 来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 台下慢慢学员跟随台上讲师 透过托文以强调发音的方式 轻松的记住每个单字 这次花蓮市公所办理的课语能力 初级认证班研习课程 特别邀请到课语新传师中学期前来授课 透过每周两次共计36小时的生动教学 让学员们学习到课语的基本生活用语 市长魏嘉贤也特地前往现场 关怀学员们的上课情形 看到大家都相当认真 市长也给予鼓励 那我们今天在花蓮市 也是持续在办理 课委会在推广的课语认证 初级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很用心地在教导每一位学生 那我们也提供出我们适合的场地 让这些学生从7月13号到9月14号 能够在我们花蓮市的 进封营区里面做学习 那我们希望每个学习过后的 我们不论是客家乡亲也好 不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也好 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进而在未来的初级认证里面 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 今年报名参加初级认证班的学员 共计有40名 市长魏嘉贤也感谢客委会的支持 让花蓮市公所能够办理相关的语言学习课程 他表示花蓮市公所未来会持续推动 客家文化传承的工作 打造客与无障碍的学习环境 也欢迎所有好朋友踊跃参加 市公所办理的各项活动 花蓮市公所 暗铛 暗铛 记者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